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,为什么总是这样来惩罚我,我不想活了呀。 朱水莲看着小婴儿这副神态,想到之前那两个与自己没有缘分的两个女儿,她再也承受不住打击了,扶着床哭喊了起来。 墓水心里也难受得厉害,她下抗蹲在地上,双手抱着头,也嚎啕大哭了起来。 墓秀看着这两人什么都不做,就是一起在哭,她不由着急地说道,哭有什么用,赶紧送妹妹去医院呀。 墓秀不说还好,一说墓水又是深深叹了口气,然后带着哭腔说道,这病治不好,前面村里的刘大夫说了,这是娘胎里带来的怪病,无药可救。 墓水,带妹妹去县城医院看看吧,前些天大牛他奶奶,刘大夫不也说救不了了,结果送到县城医院里,开了几副药回来吃吃就好了。 墓秀顺着记忆飞快地说道。 墓秀的话,让周水莲暗淡的眼中蹦出了亮光。 这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,都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肉,这可能也是他最后一个孩子了。 墓水,你去找娘拿点钱,咱们赶紧带娜娜去县里医院看看吧。 周水莲把小婴儿往床上一放,随手拿起床边的衣服,就开始穿了起来。 墓水脸上闪过一丝犹豫,她支支呜呜地说道,娘那里肯定拿不到钱。 墓秀听了墓水的话,简直就想给她一巴掌,自己亲生女儿这样了,还是这么一副连世事都不愿意的样子,简直就是个窝囊废。 你不去是吧,那我去,我去求你啊。 周水莲有些失望地看着墓水,她抱着小婴儿就朝前面正屋走去。 墓秀也急忙拖着一双破了洞的鞋子,跟在周水莲的身后往正屋去。 墓水看着周水莲和墓秀都走了,咬了咬牙,也追赶了过去。 娘,娘,开门呢。 平日都是天亮才上宫,眼下除了墓水一家外,其余的人还都在睡梦中。 但是,这会儿不少人却都被周水莲用力地敲门声和急切的喊声给吵醒了。 大清早的老二家在干什么? 王贵英踢了踢身边睡得呼呼作响的墓根,不满地嘀咕道。 谁知道呢,累死了,你管好自己就好了,我再睡一会儿。 墓根睡眼朦胧地说了一句话,就转身给王贵英一个后背又睡过去了。 王贵英听着周水莲还在喊门,声音越来越凄惨, 他一咕噜就下了床,快速地穿好衣服, 拖着鞋子就打开门朝外看去。 王贵英打开门时,刘玉梅也刚好打开了门, 周里俩一个对视,眼中冒个熊熊八卦之火, 急急地看向正在敲正屋门的周水莲。 娘,开门啊! 周水莲越敲越用力,声音也越喊越大。 终于,正屋传来了刘妖妹的吼声, 大清早的,叫桑啊,还让不让人睡觉? 娘,有大事啊,楠楠她病了。 周水莲的话音刚落,正屋的门就猛地被打开了。 王贵英和刘玉梅也齐齐待了一下, 随即俩人眼睛更亮了。 她俩大步地一前一后朝着周水莲走去。 我的娘啊,赶紧把这个怪胎扔了,快点带走, 别在死的屋里了。 刘妖妹头顶着睡得乱糟糟的头发, 揉了揉眼上胡的眼屎, 探头朝着墙包里看去。 她一看到浑身黄得可怕的小婴儿, 立刻不由自主地尖叫了起来。 娘,我们要带小楠楠去看医生, 你先给我们拿点钱, 等以后,墨水硬着头皮对着刘妖妹结结巴巴地说道, 家里没有钱给你们糟蹋, 昨天我就说, 生下来就该狠心把她溺死, 你们拦着, 现在,老墨家这是被坑了呀, 娶个不生蛋的母亲不爽, 还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怪胎, 这种扫巴星就该赶出去, 留在家里就是祸害呀。 刘妖妹痛心挤手地跺着脚, 直桑骂怀地喊着, 娘,求求你, 救救小楠楠吧, 这钱以后, 我一定加杯还给你。 周水莲抱着小婴儿哭着哀求, 水莲啊, 不是大嫂说你, 你前面那个丫头, 咱家出了不少钱给她看病吧, 最后怎么样, 还不是人才两空。 刘医生不得说了, 这是娘胎里带来的病, 刘玉梅在娘胎带来这四个字上, 加重了口气。 是啊, 二嫂, 大嫂说得对, 智君这都二十来岁了, 还没娶媳妇, 家里还得留钱给她娶媳妇呢。 王贵英生怕刘妖媚真出钱给沐水家, 她急忙抬出穆之君这个穆家的长孙来。 王贵英其实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, 刘妖媚不愿意分家, 王贵英一直等着穆之君成亲, 等到那时, 刘妖媚再没有孙子要结婚了, 还不分家的道理。 刘妖媚本来都不愿意出钱, 听王贵英提起穆之君, 刘妖媚更是不会出一分钱了。 别鬼哭鬼忽了, 有这个精力在这哭, 不如出去挖个坑, 赶紧把这怪碳埋了, 反正我是一分钱都没。 刘妖媚口气决绝, 脸上露出不容商量的表情来。 我爹娘还有我这些年赚的公分粮食和钱都交给你了, 这些拿出来足够给妹妹看病了。 沐秀看了看不中用的爹娘, 知道他们靠不住, 所以亲自上场了。 你这个死丫头, 打人说话没有你说话的份儿, 你们一家三张嘴, 不吃不喝不用了。 刘妖媚手插着腰, 凶神恶煞一般地望着沐秀, 这家里一切都是她的, 这个臭逆子竟然敢消想她的钱。 刘妖媚气得肺都要炸了。 我们吃的喝的, 那也是我们自己赚来的。 沐秀丝毫不怕刘妖媚, 对她怒目相识, 反了啊, 你竟然敢顶撞我, 看我不打死你。 刘妖媚一边说着, 一边抄起墙边靠着的扫板, 就朝着沐秀回去。 沐秀灵敏的侧身躲开了, 这时她眼角扫到门外 又开始去上宫的人经过了。 于是沐秀眼睛一转, 扯着嗓子开始哭喊起来。 奶奶啊, 求求你救救我妹妹, 以后我跟爹娘做牛做马 报答你啊, 求求你了呀。 沐秀这一嗓子, 喊得所有人都是一愣, 这脸变得也太快了吧。 门外上宫的村民 则被沐秀的声音吸引到了, 三三两两善宫的村民 都朝着沐家围了过来。